美国是总统选举,现在8月尾,9月10月,两个多月之后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双方面进行策略、宣传都是如火如荼 正如我日前说,其实现在很多的美国传媒都是被民主党控制了 反而共和党控制的传媒是相对少,所以大家看美国媒体的报道的时候 就要想一想,这个报纸经常帮民主党,例如霍氏新闻 不是报章,只是传媒,霍氏新闻主要是帮共和党说话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某一个媒体帮某一个党说话 我们都要信,没有信论十足,但也尽管看看说些什么 今天就想说这个USA Today的报章 也相当历史悠久的报章 近日出了一篇文章,给大家看看 这篇文章就被称为独家的一封信 他收了一封独家的一封信 这封信就是说美国共和党的核心大反叛 共和党,即是有些党员,有些议员,有些前总统,关联的人物 包括布殊家族,麦凯恩和罗姆尼的团队 一共高达200多人 这篇文章说,USA Today的文章提目是 more than 200 Bush, McCain, Romney, Alam, endorse Harris for President 即是支持何錦麗 支持何錦麗,接着对特朗普作出批评,criticize Trump 这篇文章在8月27日,新鲜热辣 这是昨日的报道 这篇文章说什么呢? 他说在美国政坛上 原来党派,即是同一个党 对自己党的总统候选人忠诚 以往是很稳固的 共和党人一定支持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人支持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以往是这样的 但自从特朗普出现之后 这个原则就不断被挑战 这篇文章就揭示了一个令人触目的政治动向 原来共和党的人已经开始觉得 这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是特朗普 他们觉得真的接受不了特朗普可以连任 所以他反而公开表示支持对手 即是民主党现在现任的副总统何錦麗 这个举动就是对特朗普和他的极端主义的政策 是一个强烈的反应 反对声音相当大 反映了共和党内部有一个深刻的分歧和分裂 文章就说了 一群前共和党的核心成员背后的政治和道德的考量 就是他们很担心 未来如果真的特朗普可以再做总统的话 可能会带来一些很深远的影响 这些不仅是共和党自身的危机 也会对整个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国际关系的稳定 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这些超过200名的人士 就是签署了一些共同的声明 这群人包括前总统 趙志布殊关联的人 包括已故参议员 约翰麦凯恩 麦凯恩以前就是阿里桑那州的共和党议员 另外就是参议员罗姆尼 罗姆尼属于犹他州的共和党的议员 就是布殊阿里桑那州、犹他州 也有人出来反对和批评特朗普 转态去支持对手民主党的何錦麗 这封信主要由这三位关键人物 关联的人员所签署 包括曾经为这三个重要人物工作过的人员 包括一些现时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人物 原来类似这些龙女鸡造反 原来不是今次2024年出现 原来2020年上一届的大选 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但没那么多 上一届大概有150名布殊麦凯恩和罗姆尼关联的人员 就是不支持特朗普 而是支持当时的对手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 结果拜登就赢了 这次就不止150个了 上一届150个 今届超过200个 所以显然代表共和党本身内部的分歧 或者针对不喜欢特朗普的人员 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那就是 譬如 现在有哪些人改为支持 何锦丽呢 譬如 有麦凯恩以前的幕僚长 叫做马克萨尔特 和克里斯科克 还有麦凯恩的前立法主任 叫做乔多·洛霍 还有麦凯恩2008年竞选活动的新闻秘书 尖尼佛拉克斯 还有就是乔治布殊的幕僚长 叫做简贝克尔 罗姆尼 以前的竞选财务主席 大卫尼伦伯格 还有就是乔治布殊的政府的时候 他那个能源部的副部长 大卫加尔曼 乔治布殊和副总统 在一种彭斯的时代 担任过顾问的奥利维亚特罗耶 特罗耶上星期 还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中 曾经发言 整群 刚才所说 大概都有六七个主要人物 这群主要人物 其实还活跃在美国的政坛 也都是共和党的核心成员 他们全部都转台 在这封信里一起签名 改为支持何錦麗 他们认为 在美国国内 特朗普所造成的混乱 如果真的是他做当选总统的话 再做当选总统的话 这种混乱将会持续四年 特朗普今次会专注推进2025计划 他们认为特朗普计划是一个相当危险的目标 将会伤害普通民众 并且削弱我们神定的机构 2025计划是由传统基金会提出的政策蓝图 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仕图 和他保持距离 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曼斯 向普京这些独裁者屈服 将会背弃美国的民友 民主运动将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害 所以这封信就说了 他们不可以让这种情况发生 这封信主要是说 无论国内或国外的政策 都对特朗普不满 所以三大巨头 特朗普和教治布殊 麦凯恩和罗姆尼 都不分别关键的相关人物 都开口了 还有写了封信 他就呼吁更多的 温和派的共和党人 和独立选民 再次勇敢地站出来 在未来的大选中 支持何錦麗 就不是特朗普 2020 刚才说了 2020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但是这次更加多人 作出类似的 龙女鸡作反 共和党人 更加多人 愿意走出来 不支持特朗普 改变为支持对手 民主党的何錦麗 这个情况 似乎对何錦麗有利 但是我也是这么说 就是 USA TODAY 这个传媒 是否着重 报道一些对 民主党有利的新闻呢 如果是的话 大家就会想想 这个新闻 那个可信性 或者重要性 是不是这么大呢 也应该大 而且他说明 其实2020年 都有些类似的情况出现 今年就更加是 就是变本加厉了 更加多共和党人的人 共和党内部的人 元老级的 关联的人 反对 这个是特朗普 那 当然也有一些 新闻是有利特朗普的 就是 大家都会作出一个 是 明智的分析 去看看 其实哪一件事是真 哪一件事是假 或者可信程度是多少 那就是 上一届 就是 再上一届 应该说 当时民主党一直都有利 希拉丽 一直都领先 直到最后一刻 选出来 原来是特朗普 赢了希拉丽 所以当时 也是很震惊 那现在 特别是 这一届 也是差不多 因为 就算现在 民意调查显示 何锦利已经反先 特朗普 几个百分点 但是几个百分点 就是太少了 距离 随时 其实当实际 竞选的时候 特朗普 赢了也不期 所以继续留意 两方面 两个党的新闻 接着讲第二个题目 日前我说了西撒哈拉 这个国家 原来 就有四分三的土地 就是由摩洛哥所控制 西撒哈拉就是这里 这个很小的地方 就是左上角 它的北边就是摩洛哥 原来西撒哈拉的其中四分一地方 就准备独立 就成立西撒国 这个西撒国 就由阿尔及利亚 所支持的 所以为了争夺西撒哈拉 这块土地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成为西仇来的 那些人员是大打出色 以前的我们经常听到的饥荒 很多小孩吃不温饱 又希望大家捐钱 去助养儿童 有很多儿童 除了吃不饱之外 就是不能接受教育 另外就是 卫生环境很差 容易 小孩子 容易容易出现 很早就已经身亡 或者有传染病 等等 我们一听到非洲 如果我们马上记住 十几年前 经常听到这些事情 因为很多地方 就是 十几二十年前 陆续当然是独立 但是十几二十年前 不止了 其实二三十年前开始 那时候 还是很多殖民地 在外国殖民地 统治之下 频频是有内战 频频是有军人出来 搞政变 所以令到 非洲的政局不稳 以及非洲有部分国家 是有资源的 譬如尼亚里亚有石油 更加令到外国的殖民地 政府 譬如法国 或者西班牙 这些国家 或者美国 在当地尝试 控制那些资源 石油资源 或者扩产的资源 或者扩产的资源 开采之后 接着就是 拿走大部分的利润 令到当地的非洲的人民 就是没有一口好吃 你霸了别人的地方 将别人变成民地 还要是 将当地的资源剥削 你在当地成立公司 所以将其开采别人的石油 开采别人的抗产 然后将其开采别人的成果 但不重要 你应该给回一个合理的生活质素 给当地人民 譬如当地人民 帮你开采抗产 你应该给一个合理的回报给他们 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挺好的生活 但是不是,去得非洲的外国 成立殖民地政府之后就只会懂得剝削 幸好现在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已经是独立了 也是很多外国政府的人员都撤走了 还有当地政府开始叫做稳定 没有以前那么多的政变 还有最重要的是 开始接受到其他国家进来 就开始帮忙建基建 帮忙提高当地的生活质素 或者生活水准 比如卫生的水准 开始建基建 比如建路、建桥、建立一些水资源 建立一些水资源 甚至乎是 开始清洁能源也不一定 以及 也帮助当地 比如开采一些矿产 或者石油资源 是确保当地的人民的生活可以同时有改善 这个进程 其实近十年进步得很快 今天就讲一讲 有一篇文章就是说 他们的题目就是 《中非合作论坛》 描述了非洲数字化进程前景广阔 新华社报导说 非洲的数字化进程前景是很乐观的 虽然起步是比较迟 但是近年受到非洲国家的高度重视 数字服务在非洲得到广泛应用 当前非洲的数字化进程前景乐观 以及有政策引领 所以非洲的移动支付快速发展 是有相当多机遇 当然了 发展的时候也面临一些困难 比如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不足 人财短缺等等方面的挑战 但是这方面的发展 可以说是方兴未熬 现在非洲在电商 即是电子商贸 在金融 在电子政务 等等的领域 正在大幅进步 整体的势头 增长势头是可以的 强劲的 比如电商 电子商贸 根据统计 2024年 非洲的电商 每年增长率达到24% 整个电商行业 原来的营业额 已经超过 420亿美元 即是今年 如果看7年之前 2017年 当时 一年的营业额 只是77亿美元 但是经过了7年的发展 现在已经多了几倍 去到420亿美元 另外就是 金融领域的数字化 也是进展不错 截至2020年 非洲已经有超过500间 金融科技 数字化 創新企业 特别是南非的 约翰尼斯堡 以及开普敦 另外就是 肯尼雅的 内罗比 还有就是 尼日利亚的 拉角斯 这几个地方 原来已经进入了全世界 前100名的金融科技体系 创新城市名单 至于非洲电子政务发展 也成果是不错的 至2020年以来 取得进展 现在有一个叫做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EGDI 它的平均值一增加了3% 即是2020年到现在 慢慢来 但是有增长 其中有一些国家 是发展得比较好的 包括 科特迪亚 奴旺达 奴旺达 奴旺达也发展得好 猜不到 赞比亚 那就是 这些全部都是 开始加入到 EGDI高水平的一个组别 那就是 这三个国家发展得比较好 当然其他国家 一直都有进步 有分析认为 现在 主要的体现 非洲的发展 主要体现是政策的引领 基础建设的进步 人口的数量增加 以及人口的数值提高 另外促成了移动支付快速发展 所以现在很多非洲国家 其实都是在进步 他们也有一些 是相关的政策推出 好像是埃及 埃及推出了2030年 信息通讯技术战略 肯尼亚推出数字经济蓝图 至于这个是 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基础建设 也有进步 由2013到2021年 过去的8年 非洲接入互联网人口 是由45%上升到72% 2021年来说 已经有72%的非洲人口 可以接触互联网 这个数字也相当不错 这是2021年72% 现在2024年 有理由相信 可能已经去到80% 90% 有个报告叫做 2023撒哈拉 以南非洲移动经济报告 预计到2030年 非洲智能手机使用率 将会达到88% 2030年到时 4G的使用率将会达到50% 5G就会达到17% 当然现在还是一般 现在很多地方 四周还在用2G和3G 但如果再过多几年 到2030年 进步将会非常大 另一个乐观的地方 就是非洲的人口 持续增加 也很年轻 15至29岁的非洲年轻人 已经由2010年的4700万 增加到2020年的7700万 增长得很厉害 4700万增加到7700万 就是2010到2020 增加到3000万的年轻人 15至29岁 预计到2040年 即是再过多十多二十年 非洲的年轻人 将会达到1.6500万 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所以似乎我们现在开始 着重南方的经济发展 即是地球的南方经济发展 特别是非洲方面的发展 特别是非洲方面的发展 相信未来的十多年 相信会非常快 至于移动支付 原来在非洲也有 哇 而且很早 2007年开始 已经有一个叫做 mpizza的平台 推出 m-pizza 2007年已经有移动支付 中国有WeChat 原来非洲有mpizza 这是从2007年开始 到近年就发展迅速 到2018年 已经有3亿个移动支付的账户 原来非洲 在金融移动支付方面 都开始成熟 开始有发展 这个mpizza平台 可以提供到存款 提款 转账 支付 信贷 理财 等等 多种金融服务 哇 非洲也有 不要看少 好了 最后就讲讲 其实就是非洲八点这么快 中国 帮助非洲的发展 其实那个贡献相当大 今年7月底 有一个叫做中非数字合作论坛 就是 有一个举行的 在这个论坛当中 我们看到一些数字出来 原来中国企业近年积极参与 非洲海陆电纜 5G网络 数据中心等等的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 中国帮助了很多非洲国家 使他们可以 享受到电子政务 智慧交通 智慧农业 等等的解决方案 加大金融科技 电子商务 移动互联网等等的投资服务 让更多的非洲用户 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非洲发展的潜力相当大 原来数字化 或者接触互联网的人 应该已经超过八成 过多几年 4G、5G都会普及 现在是2G、3G 过多3、4年 4G、5G都会普及 而且中国在帮助非洲 很多国家建设海底电纜 传输这个信息 现在的信息是 有时传得比较慢 有时要通过去 通过欧洲 通过海底 电纜 现在不够 所以现在中国是 在帮非洲建立电纜 所以这个也是 有中国的帮助 相信 非洲人民可以生活改善 另外 相信非洲的经济、贸易、政局 都可以稳定 希望我们不要 希望我们很快 再过多一两年 其实现在已经少了 我们少了 看到那些广告 就是捐钱 非洲的儿童没有东西吃 很早就患病 很早就腰折 又或者是没有机会读书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新闻 是少了 也很开心地看到非洲的发展 进步得这么快 也看到我们祖国的帮助 对非洲的帮助也很大 未来地球的南方 发展这个世界发展的经济 相信非洲 随着年轻人口大幅增长 相信非洲在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地位 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提升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特别是盧社长和我有关中国的 新闻时事分析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